各位 現在這篇文章是寫字 在波音駛的747-8貨機未出意外之前 已經對波音公司說出一句話 你們錯不起了 再犯錯就大件事 但現在偏偏在這篇文章上完之後 就在美國那邊 一架747貨機引擎著火 真的可以說2024年對波音來說 是完全開局顯得完全情不想順利 1月5日飛機因為有一隻門飛了 後來調查發現原來是因為螺絲鬆 連螺絲都上不穩 然後對其他飛機做檢查之後發現 也有不少飛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於是對波音公司的生產質量起了大疑問 加上一些本來不關波音公司的事 例如1月7日在夜晚 美國芝加哥飛機場發生 全日空波音777和大美航空波音717相碰 然後1月16日日本新千歲機場發生 國泰777和大漢航空A330相碰 14日日日本 然後18日回到美國 真是貧犯失色 接著是美國國務卿林肯那架專機 雖然叫做C-40 其實是保養737、7-8 亦發生了問題 供應系統 你別管供應系統 這是甚麼事 他舉了一個往日的幽靈 舉了一個以往的例子給大家 是Douglas公司的DC-10 在全球行使上已經是農物重彩的一筆 互顧一下公司如何臨當 作為三法 三個引擎 飛機翼每邊有一個 機尾每邊有一個 所以這是三法引擎的航空飛機 在1970年8月交付客戶使用 但是它的貨倉門有一個缺陷 就是在未完全關好的時候 這年能把倉門鎖閉 導致在空氣氣壓作用之下 可能會產生的那個倉門爆炸 將那個倉門彈走 有些像波隱的飛機的門 螺絲上得不穩 這是生產的問題 這是設計問題 當發生這件事之後 FAA自然有調查 調查之後給了意見 但是公司說這只是意見 可聽可不聽 於是真的沒有改 終於在1974年的時候 一家土耳其航空公司 傳機346人死亡 而事故原因就是 以前和第一次跌了倉門出來 同一結果 因此這間公司失落了 這裏說回2017年波隱737MAX 剛剛開始交互使用 第二年就發生了私航610空難 空難調查顯示 就是MACAS系統 導致飛機墜毀 這樣一樣 提供了修改意見 然後呢 然後跟Douglas一樣 沒有理會 結果到了2019年 2018年發生事 2019年3月 另一架 IQO空公司 302空難 同樣是737MAX 同樣的事故原因 飛機跌落地 亦如此巧合 總共的死亡人數 一樣是346人 和上面那架DC10討航 981的空難死亡人數 是一致 真是巧合 沒有東西可以巧合成這樣 因此 波隱會不會好像Douglas的航空公司 走下一條路呢 大家想想 再加上現在 還有一輛747 雖然是貨機 雖然是貨機 但仍然都夠嚇到人 這次是引擎 穿了個輪子 好運氣 這輛是四個引擎 有一個引擎穿了輪子 所以還有三個引擎 著火 好運氣 也沒有燎到其他地方 當然引擎著火 就是常見的事 不過把這些意外 全部疊在一起 對我們的感覺就是 你這間公司也是玩完了 所以我相信 不用多久 不要預測 只要祝他好運 波音公司 我想2024年在行市上 將會是一個重要的一年